大家好,我是阿易 今天来分享一个过年的亚洲美食 清淡,不是美味 我们先准备一朵苹菇 用剪刀剪成小块 然后撕成小朵 蘑菇因为有很多小皱皱 不好清洗 所以加一点小苏打在里面 用清水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去掉残料的杂质和虫卵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 将它的皮给去掉 然后切成小块 放进料理机里面 将它打成肉泥 泡好的蘑菇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一下 然后反方向再搅拌一下 这样就像洗衣机一样 能够将里面残留的泥沙 给搅到水里面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这样蘑菇就洗得非常的干净了 洗好的蘑菇倒进开水锅里面 给它焯一下水 煮大概一两分钟的样子 然后将煮好的蘑菇倒进清水里面 挤掉里面的水分 然后用刀将它切碎 切好之后放进肉馅里面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修起外皮 先切成薄片 再切细丝 之后切成小碎丁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切成细丝 然后再切成末 切好之后 也放进肉馅里面 再往里面加一点食盐 加入一点胡椒粉 再来一点蚝油 加一点鸡精 加入两勺的淀粉 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将它搅拌至上进 一定要给它多搅一下 最后搅好的状态 是这种拉丝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手上抹上一点清水 就起一块肉馅 然后放在手心 两手摔一下 摔打至上进 最后成一个丸子 全部做好 将它摆进平盘里面 隔水蒸 水开之后 蒸15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丸子已经蒸好了 然后将它夹出来 将里面的汁水 倒进锅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生抽 再来一点蚝油 煮至稍微带一点粘稠 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煮好的料汁 均匀地浇在丸子上面 因为没有加淀粉 所以吃起来 也不会黏黏乎乎的 非常的清爽 最后加上一点葱花 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简单 又美味的蘑菇丸子 就做好了 颜色看起来 非常的忧人 闻起来 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好的丸子 放在盘子里面 也不会散 夹开看一下 里面的肉质 进食又弹牙 蘑菇吸足了肉的汤汁 吃起来超级的鲜 这道菜没有油杂 虽然加了肉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非常的适合过年的时候 想吃肉 又怕腻的感觉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宇 拜拜